带您来认识一位听障艺术家林伟轩 就跟他的人一样 他的画作充满了趣味与活力 为了要磨练自己 大大小小的美展他都参加 也有不错的成绩 2005年更收邀到纽约的艺术村 与国外的艺术家来进行交流 巨幅画作用丰富的色彩 活泼的构图 整个画面充满趣味 这是听障艺术家林伟轩的作品 就像我听不到说出来的话 可能没办法说他听说 最后一点很模糊的 就算一条线 他看得出线 看得出线 可是看不出来它是什么线 所以我做到我可能把我杀手的画 在艺术来寻找弟弟出去 它代表我说话的生意 虽然话说不清楚 常被误会成外国人 不过他在绘画中 找到了倾诉的出口 林伟轩念的是美术 不过一直在写实的训练下 找不到自己的路 直到大四接触了抽象画 才开始产生兴趣 有时候我们会说有些艺术家 是可以抓到他的心 可是我觉得他可以抓到他的神 因为作品有特色 2005年受邀到美国纽约的 佛蒙特艺术村 与外国的艺术家交流 像是充满童虚的拼贴 以及记录日常心情的素描作品 都是这个时期的创作 吸收国外的养分 更奠定了以后的基础 对林伟轩来说 创作已经从一开始情感的发泄 到成为生活的重心 它不是变成一种发泄 它变成是我的东西 我的感觉 其实大家都把它画出来 颜料在画布上挥洒 这是林伟轩最新的主题 植物 也代表着它从抽象 走到具象的一个尝试 受到失去左耳的范骨影响 林伟轩想要自我突破 不断尝试 现在他有稳定的工作 来维持生活开销 因此工作之余 可以努力创作 林伟轩期许自己 未来要变成一位专职的艺术家 在自己所爱的领域中 自由揮洒 记者欧佩军 郑凯文 台中新竹报导 听障艺术家林伟轩 现在的作品 正在台中的光之一览展出 这里是全台第一所 专门展出身心障碍者 创作的一郎 今年三月体才正式都要开放 要给身障朋友 更多与社会交流的空间 一走进展场 映入眼帘的是 听障艺术家林伟轩的作品 用鲜艳的色块 黑色线条 马上就吸引观赏者的目光 它有很多用力 用黑色的线条 是很粗 很强烈的 然后我一看到就觉得 很有童趣的感觉 在这个专门展出身心障碍者 创作的光之一郎 您可以欣赏到 不同身障艺术家的作品 那我们特别为身心障碍者 开辟这个平台 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 有一个机会 能够跟社会沟通 让他们被看见 不少身心障碍朋友 在艺术的领域 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呈现 不过却受限没有舞台 并不一定能被社会看见 今年三月底 光之一郎开幕 就是要给这样的创作者 一个平台 他已经算是接近一个 创作上比较成熟阶段了 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符号 自己的元素 林伟轩是首位 受邀展出的听障艺术家 为了让观众更了解他 展场同时用字幕和手语 来介绍林伟轩的画作 这四幅200公分的画布 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他在孤集中的苦闷 那是好多的 就是说 这个呀 一口气用粗犷的线条 色块宣泄情绪 成为蓝色心情的记录 除了邀请作品 具有一定程度的艺术家 光之一郎也在六月底 完成征建 要挖掘有实力的新秀 让他们被看见 在这个舞台 大家有机会进入身心障碍 艺术家的世界 看见除去限制 展露出来的才华 记者欧佩君 郑凯文台中报道 童话作家安徒生 已经逝世130多年 但是他的经典作品 小美人鱼 国王的新衣等等 还是在世界各地流传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安徒生他除了很会说故事之外 他还很会剪纸哦 接着就带您一起去看看 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您知道几个 国王的新衣 超美人鱼 安徒生的经典童话 小朋友朗朗上口 但您可能不知道 很会说故事的安徒生 也是个超会剪纸的艺术家 可爱的剪纸 是安徒生 为孩子们说故事的一部分 在剪纸完成时 他会神秘地对剪纸吹气 仿佛让童话里的人物 跳了出来 而热爱旅行的安徒生 就是带着这一纸皮箱 陪他浪迹天涯 这个是你允许可以带着 当你游戏在英国游戏 因为有几个游戏 可以带着这一纸 除了这一纸 将近200年皮箱 最近将展出的安徒生特展 还可以看到难得一件的剪纸画册 以及安徒生的亲笔手稿 还有他本人戴过 后来成为他形象象征的高帽子 多一项针基文物 要带领观众一同重温 安徒生童话世界里 最单纯的感动 记者人文庄志成台北报道 童话故事是陪伴孩子成长的好朋友 现在我们就来学学童话故事的手语 手在头旁边动一动 是孩童的意思 手绕一绕往下拉 是故事 童话 故事 这样您学会了吗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林立军 今天我们要来学跟保健有关的手语 少吃 多运动 一定会瘦 手语的结构是 吃饭 少量 运动 多瘦 多瘦 吃饭的时候 吃少一点 小碗一点 减少吸收 多动一动 这是健康瘦身的不热法门 少吃 多运动 一定会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